今日 海青 吴景岩一同现身上海 为某品牌站台助阵 当天 海青干练短发 搭配黑色西装 干练水族 图纹真丝质内搭 又不是精致 吴景岩卡其色真织毛衣 搭配亮粉色皮裙 前卫干水族 一个是国民媳妇 一个是开了挂的令妃娘娘 这两位齐先生可是令现场粉丝十分激动 现场穿着这么一件厚厚的大毛衣 我们的阴落应该很热吧 不过回忆起去年夏天拍摄延喜攻略 吴景岩直言这并不算什么 因为去年夏天是六月份到十月份最热的四个月在红店拍的 就基本上每天里面的衣服要湿三套 就非常热 就是汗线失控 没办法只能扛 就是身体适应的那种热度 所以今年我就觉得穿什么都觉得能适应 延喜攻略里 为银落形象深入人心 就连走在大街上 吴景岩也被粉丝亲切称呼为银落 听到这样的称呼 吴景岩表示很开心 就是很开心 因为就是当演员那么多年了 因为因为我第一次收获这样的感觉 让大家认识我 其实我是非常高兴的 今年夏天 古装剧的爆红 让咱们的国民媳妇海青也坐不住了 表示自己之后最想尝试的古装剧人物是侠女呢 我其实想挑战 虾女 我觉得 其实因为我小时候练过武术 然后也跳过舞 我就一直也喜欢刀枪剑这些 就是如果有机会 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 演一个这个会武打戏的一个 这个古装戏 我还是挺冲动的 帮我拉新闻 期待一下小女海青和现代戏的阴落吧 报道